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蝉足还不符合人性 事情到了清末出现了转机 1911年的申报上开始有人说 中国女性树胸违背了天然构造 会让人气血不合 疾病缠身 1915年更是有女性现身说法 认为女人树胸身体就变差 身体变差 奶水就不好 奶水不好就会导致亡国灭种 这样看来树胸的后果是非常严重了 到了1927年 汉口街头更是出现了裸体游行的女革命家 他们打出的口号是 男人没有输胸 我们为什么要输胸 于是同年广东省颁布了 禁止妇女输胸的提案 要求三个月内全省女子一律禁止输胸 谁再输胸就罚款 广东省的创举很快推行到全国各机关学校 变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集体行为 人们叫它天汝运动 不过虽然当时市面上已经有了西式不软 但是天汝运动没能解决 有钱人家的好女孩都平凶 这个传统思想问题 所以操作层面仍然失败得一塌糊涂 和21世纪一样 带货王们的力量总是强大的 最后改变民国女性深美的 也还是电影明星 到了30年代 当红影星 蝴蝶 阮林玉 李莉莉等人 纷纷穿上了西式内衣 尽情展现女性的身体局限 再加上百货商场 电影杂志 丰兄小妖丸厂家的助攻 大城市的摩登女性和女学生们 终于把穿西式内衣点高胸部 当成了和穿旗袍吃西餐一样时髦的事情 想第一时间看到这么多有趣的视频 就快点击订阅按钮 订阅市之官方频道